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未来4月26号星期三跑马地赛马日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独赢及位置过关 三川七 和大家买过关,买回三关 主要今次我们买到的第一关 就是这一场的第二场 这一场第二场就是我们的四班草地斯加三栏 12米的赛事 今场马也是12个马匹 而这12个马里面 有些马最近跑得特别好 其实真的 某几只,好像这5号的一铸中环 这一匹马最近跑得容易 其次就是这9号的前多多 这一匹马最近也是跑第三回来的 成绩不错 那其实这两匹马 都是一些在今早马最近成绩 叫做好少少的马匹 对比回来同场的其他马 因为 来同场的其他马 很多一匹最近都好像没有什么成绩 好像都好像不懂得跑 那战斗英雄 这些什么第10,第10,第10,第7 又第10,第9 第11,第8,第8 这一匹马 这两匹马 这一匹马 这一匹中环 和前多多 是不是很弱了呢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匹中环和前多多 事实上 这一匹中环和前多多 这两匹马 就是说上次 同场来跑的 在4月6日 那一匹中环和前多多 就一起跑那场跑马的草地 四班的赛事 那当时的名次就是说 小霸王赢了他们两只 那一匹中环跑第二 前多多 跑第三 那当时这两匹马 其实都是说后上 撒上来的了 那如果大家看回这一场赛事的话 就会看到 今场马 其实都是一场 不利追的场合来的 那头800米还在6秒87 那这些时间都比标准时间慢的 那慢速0.37秒 那慢步速根本上就完全不利追的 而这两匹马 今场居然都可以是说 后上涌上来的 是吧 一匹中环就是那些700位 那排列档涌上来 啊 最后跑到第二 前多多就是说 那些第十位 第十一位 那涌到上来跑第三 那所以你都不要说这两只马 差了 好老实说 这两只马在上场慢步速的赛事 杀到上来跑第二第三 肯定是强的了 那今场马 这只前多多 就是说 比上将轻一磅来跑 继续配分希威森 那而这只一铺中环 今次就是说换人来到去騎 那上将呢 还在用陈嘉熙来跑 是吧 那但是今次呢 就换到潘顿来跑 那特意强配潘顿了 那所以你都不要说 这只一铺中环在来的一场 没机会 今次打了王牌 那很明显 他都说 有个目标想出击 那有个目标是说 想保重的了 是吧 那虽然说 今次这只一铺中环 排着十一档劣档来跑 但是其实他上将呢 都排十档了 十档用陈嘉熙都能够跑得好 今次 十一档配潘顿 那所以我觉得 这只马 其实实际上 都不可以是说忽略他的 那因为上场 其实他劣档都行 今次劣档怎么会不行 你放个潘顿上去 是吧 那潘顿骑马 那你怎么能够看少他 很多时候那些劣档 都是由潘顿来克服的 那别人说得冠军骑斯 那肯定是说 有分以上的了 所以今次 批实不当 应该都不需要担心的 所以 在今场马 其实这些 这些马 很明显都是机会马来的 那 一铺中环 钱多多 这两只马 我觉得是机会马 在今场马 你都不要说 这两匹马 一定跑不出了 是吧 因为 人家的赛绩真的 放在那里 这两匹马 赛绩最厉害 最有料到的了 那做热门 揹飞 肯定是他们 是吧 其他马 基本上 都真的 近跡不算太好 那 揹飞他们 我相信 这两匹马 看看哪一匹更热 所以我觉得 这两匹马 都是一些很强的实力马 是很强的马 但是在未来的 他们能不能够 握得完呢 是不是最近赛绩好 在未来的一场 就赢得完呢 其实 我是有所保留的 因为 再仔细一点 看看今场马之后 我发现得到 原来今场马 有些马 虽然最近跑得差 也好 来近这一场 我认为 他不是说 没有机会爆的 所以在今场马 我想拼懒 来试一试 一些 最近 没什么赛绩的马 来买的 因为知道这两匹马 揹飞 他们都揹飞了 我就试一试 同场的其他烂马 来博 至于今次 我们会博的烂马 是哪一匹呢 今场马 我想博这一匹 4号的 必先生 来买的 为什么今次 我们会选到 必先生呢 我们先来看 必先生的赛绩 其实今次 选这匹必先生的 第一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 他最近有赔率 我觉得挺好分的 今次博懒 这匹必先生最近有17倍 非常之懒 我觉得这些赔率的马匹 很划算的 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些马有17倍 我觉得很划算的 虽然说他最近跑得差 跑到第七 但我觉得这匹马 在今场 真的不是拼不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觉得这匹 必先生 上将的赛绩 根本上 就完全是 不能够做得准的 我们可以先来看 这匹必先生 上场 苏绍辉 是怎样 这匹必先生 就是这里的 红色战锤 指着给大家看的 黄 蓝 衣服 黄 帽子 就是他了 我们来看看 苏绍辉 上场是怎样 这匹必先生 因为这匹必先生 排着十一档 劣档的关系 所以你看得到 他是被人顶的 都顶在最出 最外跌的位置 现在都在走 三四跌 所以他都比较 少少 今场马都跑得 比较吃底 又被动 迫着流后 根本上他今场 因为排十一档 十一档 你就会被逼 没办法 现在 再加上下雨天 现在这匹马 留得近后 包大尾 之后你看到 转弯 入直路 你看看这匹必先生 当时怎么跑 这匹必先生 哇 你看看 他踏到那个弯 真是夸张 这匹必先生 是可以踏到 这么外跌的 你看看 又被动又外跌 这样 你现在镜头 都看不到他 镜头都看不到他 我们来看看 直镜 你看看 那匹必先生踏到 由这匹这样踏 摄鬼了 根本上你都不用跑 是吧 你踏到这样 你有几可见 那匹马是踏到这样 踏到 哇 大哥 你看看 多少碟 你数一数 十二碟 十三碟都来 蝕到这么夸张 你根本不用跑 但居然 这匹必先生 尤其是有势 苏绍辉推他几步 打他几边 仍然都能够 在那些 落雨天 那样涌上来 跑到第七 所以我觉得 这匹必先生 其实上将的 这些表现 都叫做是斩不完的 啊 因为他 虚得真的很夸张 啊 虚得这么夸张的情况下 再加落雨天 啊 都不是说 那么好追的啦 但居然他都能够 涌上来 跑到第七 所以我觉得 这匹必先生 其实未来这场马 再出再来 跑的话 真的不要小看他 因为这匹必先生 其实在今季 我觉得他表现不差 你真的撇除了 他最近不能够做得准的 这些第七 以及上次跑千四 这些第十 你看看他跑千二米的成绩 其实这匹马 跑千二米的成绩 无论是跑马 三班 或四班都有表现 是吧 每次都冲得好的 跑到第四 第五 第六 这样回来的 在三班 跑马地千二 他是有成绩的马 能够冲近的 苏绍辉 其实排十一档 劣档 冲到第四回来的 未来这一场 他降班 降回去跑马地 早点四班千二米的赛事 降一班 所以你说 这匹马有没有机会 其实我觉得他有 真的 你三班跑近 四班没有理由 不行的 上场真的 纯粹不能够做得准 他才跑得差 所以这些马 虽然上场没什么赛事 但是 未来这一场再出 我觉得不可以忽略 更何况 苏绍辉 是捉杀这一只马 不放手 再骑他 今季跑第四 跑得好 苏绍辉 最近苏绍辉 跑他第七 他未来这一场 仍然继续捉住 所以我相信 苏绍辉 应该知道 这一只马 是有料到 未来这一场 他才捉住 因为这一场马 苏绍辉 不是没有马 选择的 实际上 苏绍辉 这位骑士 是在未来一场 选择马的骑士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 刚才我们看过 一只实力马 由潘顿来骑 一铺中环 这一铺中环的马 其实你看看 他以往的成绩 以往赢马 其实是由 苏绍辉 跑的 大家看到吗 苏绍辉 他还是赢了这一只马 但是在未来一场 他没有选择这一只马 反而是选择了 这一只4号的必先生 所以我认为 这一只必先生 随时在苏绍辉 心目中 都称高一点点 所以这次他选择了这一匹马 我觉得 可以是相信他 更何况 这一只马 都是排了一个漂亮的 来跑 一档 有别于上场的十一档 十一档 他就说要 烤流流到厚厚被动 还要虚实 虚实 但是 今次排一档 应该不需要的 是吧 排一档应该不需要 虚实 应该就能够 是说 贴着烂灘 所以今场马 我觉得这一只马 可以是来试一试 他还要打完 王牌 所以我觉得 都不要忽略他 还有 再加上 大家要留意 这一只马 必先生 最近是转仓 是吧 最近是转仓 最近是转仓 来跑 就是转去河梁 那个仓道 如果这只马 转去河梁 转去河梁 那个仓道的话 根本上就是要留意 是吧 因为 这只马叫什么名 这只马叫必先生 即是说 先生系列的马 而先生系列的马 和河梁有什么渊源呢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熟下河梁这位练马师 知道他一些历史的话 其实河梁这位练马师 很久之前 他就练过一只叫 好先生的马匹 是吧 而好先生这匹马 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就是说他曾经 赢过冠军姐打杯 即是说 河梁帮过这位马主 练过一只马 好先生 先生系列的马 是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今次马主 就是说 将这一只必先生 转到河梁的仓道 给他练 所以当然就是说 信河梁 觉得河梁有好表现 曾经 河梁其实 和马主 都是说有交情 曾经帮他练过一只好马 今次 河梁 再帮他练这只必先生 你说 会不会想再帮他练 其实我觉得绝对有这样的可能 再加上 其实上将也是说 不能够做得准 而未来这一场 这只马 条件又不差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真的有机会 所以今次我们 就想拼拼 试一试 试一试 这只必先生 好了 说完 过关的第一关 就来说回我们的第二关 第二关 第二关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七场 这一场第七场 就是三班草地斯加三蓝 1200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马上 有12只马匹 不多不少马 而在这一场马上 有些马 最近跑起来 就是说特别好的 最近有赛事 就像这些三号的精彩勇士 最近跑第三 之后 这些六号的小霸王 最近也是说 跑第一回来的 成绩叫做不错 不过 这只小霸王 今次就是说 升班来跑的 你看看 这只小霸王 最近那三分 其实就是说 跑四班赛事 而来这一场 他就说 升一班跑 升上去三班跑 到底这只小霸王 今次升班跑 行不行 值不值得去买呢 我们先来看 这只小霸王 最近的赛事 先来看 这只小霸王 最近的表现 小霸王 就是这里的 这一只 红色箭嘴 指住了他 838帽 这一匹马就是他 我们来看 今场马 周俊乐 如何发挥他 如何骑他 先来 头段时间 这一只小霸王 都留守在 大约 第五六位 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 都多快马 抢的了 整堆快马 前面 都差不多七只马 是说走的 小霸王 就处于在五六位 基本上 他沿途也是这样跑的 去到转弯 入直路 周俊乐 就将这一只马 尽快拿出去 看空来 去冲 当这一只小霸王 一看空的时候 你记得到 他也是说 能够展现到 很强劲的冲刺力 让你展现到 是吧 基本上 周俊乐 都没什么 怎么打过 只推 这一只马 就已经过去了 最终就是收了姜 回来 去到贏 贏后面的马 都过两个马位 或以上 是收姜的状态 贏后面的马 过两个马位 或以上 所以我觉得这只小霸王 其实上将的这些表现 很出色的 根本上这只马 在今季一路以来 都有表现 在四班 都凶了 未来 虽然就说 升上三班 来跑 但是我觉得 他上将赢得 收姜的状态 跑到后面 都没得跑 这次升上三班 其实他仍然是有竞争力的 再加上 这次他继续用赢马 发挡上去 而且也是说 搭着四档 来跑 所以我觉得 他也挺好跑的 这些跑马 这些赛事不太好 真的挺好处的 应该又是可以 贴着蓝 省了 今次继续打回王牌 所以我觉得 他仍然是说 有机会 这只马 所以今场马 都想选回他 所以我们会选到马匹 都选回这只六号的 小霸王 来试一试 好了 说完我们过关的头两关 之后 就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我们的第三关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九场 这一场第九场 这一场第九场 就是我们的二班 草里斯加三难 12米的赛事 来的 在这一场马上 最近也有几个强的马 最近有些马 都是说跑得挺好 跑到第一回来的 就好像这些三号的 近志藤雲 最近跑到第一 再数就是九号的伊神 这一匹马 最近也是跑到第一回来的 成绩不错 这两匹马 都是最近这一场马 最近跑得近迹 叫做最好的马匹 到底这两匹近迹 这么好的马匹 我们来到这一场 会不会买到他呢 其实今次 这两匹最近跑得好的马 我就没有买到的 因为我这只近志藤雲 今次也是说 挺难来跑的 因为他排了12档 热档来跑的 你看回 这只近志藤雲 其实上场 他就是说 排了一档 漂亮档 来跑来赢的 就是说 这只马上场 其实也是说 比较省少少的 但是今次 他排12档 热档来跑 跑马底的话 尤其是短途赛 我觉得他其实很难发挥 所以因为今次 他排了热档的关系 搞到我对他 有缺步 搞到没有买到 这些最近好赛绩的马 那之后 去到这只Eason 这只Eason 最近跑第一 又是很好成绩的 但是为什么今次 我们都不买他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这只Eason 今次换了人 这只马上场 跑跑马底 千二三班 赢了赢了赢了 巴道 是吧 但是今次 居然换人 换了潘明辉 上去 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 因为这只马 赢开 赢开是巴道 他是换人 这些赢开换人的马 其实我觉得 不是那么好的 更何况 今场马 其实巴道不是没有马 他又骑了另外一只 骑的进马风采 所以会不会是说 这只进马风采 比较好一点 他才选呢 所以我觉得 这些马 其实都是有疑点的 都是 有个未知之数 所以这些 最近赢过马 的Eason 我都没有选他了 就是因为他换人 而今场马 我们会选哪一匹马呢 其实今场马 我选简单单 就想选回这只 7号的爱心 来去买 为什么今次 会选这只的爱心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我认为这只的爱心 其实最近 一直都有表现 你看看 这只马 在今季其实真的很好 成绩的 今季跑马地 沙田 他都有表现 也有3分 2个第二 2个第三 成绩很好 基本上 你看看他跑了多少 跑了8场 8场 已经是说 有7场 能够入架了 非常准成 最近去到 跑 2班 沙田赛事 他都能够跑得好 都能够跑到第二 所以这只马 是很凶的 你看看 最近的第二点 跑的 其实真的很出色 上场的爱心 就是这一只 红色箭嘴 指住了他 橙衣白帽 今场马 头段时间 他也是说 在这些厚一点的位置 大约700位 在这些2碟 这样来跑的 沿途他都敢跑的 去到转弯 入直路 他都转小出去 你见得到 田大安都废鬼事 和他留的 觉得这只马 都是有料的 很明显 田大安知道 这只马 超斑的 有实力的 所以他都不留 废鬼事 总之 尽早莫空 去到最出 最外跌莫空 就冲一段 你看看 这只马 末段很有势 真的 很势 金场马 其实不容易追 你留意 金场马 其实 头800米 还在46秒07 比标准时间慢 慢步速 其实也不是这么好 冲 但居然 这只的爱心 最后的几步 都能够以一个劲勢 后上 杀上来 我们看看 他最后的几步 怎么冲 冲得很好 最后的被动位置 田大安打几边 他就杀上来 在慢步速 仍然是说 能够冲到第二 纯粹就是 输给一只马 很厉害 他冲完 全场后面的马 都冲得不太好 因为慢步速 纯粹就是 输给一只马 冲得很好 输给一只 叫做维港智能 而这只维港智能 是很厉害的马 如果大家看回 他资质就知道了 都五边的马 五边的马 所以 你输给他也没办 所以我认为 这只的爱心 其实也不差 他是一只架极有限的马 来这一场马 再出了 去跑马地 20012米的赛事 对着弱点的对手 不需要对着 沙田强组 维港智能的马 今场马牌 最好 五档来跑 继续配上 赢马炮 田太安 所以我认为这只马 仍然有机会 所以我们选择 这只7号的的爱心 来试试 好了 说完我们的过关 会买到哪三关 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投注策略了 今次我们会买到彩池 就是 独赢及位置过关 3寸7的彩池 对了 用回这个彩池 去买回 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 那三关 就可以了 对了 今次就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同位同路的话 都不妨先试一下 这条过关 在未来的这个赛华日 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那里祝大家 赢多一点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今天大家记得 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